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斯克在下面留言什么 恶心 他看这个机器人杀人类 他就觉得很恶心 好 这个影片当然不是真的 它是一个国际上非常有名的NGO组织 叫做生命未来研究所 他们研究发觉 机器人将来会攻击人类 所以我们必须要出一个程式 所有机器人一出来就装这个程式 不得伤害跟杀害人类 设定一道最后的安全法 对 好 那各位看一下 现在全世界每一个人 都在设计机器人杀人 这个机器狗 来 我们来看这个机器狗 这个机器狗是俄罗斯的一个大亨 研究出来 你看 它背的自动步枪 这自动步枪是俄国的PP-1901冲锋枪 它先侦察 这机器狗是可以侦察的 侦察到发觉到敌人之后 它也开始射击 看到没有 它开始射击 你看它那个射击瞄准 还后退一点点 那个真的是非常拟针 而且现在卖了 八万九千块台币卖一支 不得了的事情 现在军方爱得要命了 所以将来机器人 机器狗 成为最好用的AI杀人利器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让我想到Netflix 它不是演过了一个叫做杀手管家 那个超完美的美女机器人 那个机器人自主学习 惊到一个超乎 你想象 已经没有制服它的那样的力气了 它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人 最后终究会演变成 人跟机器人的对决了吗 所以现在其实联合国就一直 已经是第六次的大会 在进行讨论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限制一下 不能让这些机器人 AI机器人成为军事用途 成为杀人用途 可是军下 我跟你讲 非常的困难 美国拒绝 中国不甩 俄罗斯不甩 印度不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这些国家呢 发现说我有这个技术 我掌握之后 我就可以成为全世界真正的霸主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不需要帮他们准备食物 我不需要帮他们准备 他们在战场上是不会恐惧的 而且他们可以做很多 而且机器人呢 你不要以为说 一定做的就像你这么大的一个 像人一样 他只要有AI的功能 我做得很小的时候 所以G级 所以最早的时候 在2017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科学家 他自己也做出一个小型的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微型机器人 而这微型机器人呢 居杀和斩首超乎你的想象 这个杀戮机器人 就想象他怎么做的吗 他怎么做 非常小 大概只有八公分 在天上飞来飞去 如果我把他磨砺成一只鸟呢 磨砺成一只鸟子呢 我就对他不会有戒心 但是他会杀死你 我还觉得好可爱哦 靠过去 但是他身上呢 在他前面里面呢 藏着只有三公克的炸药 可是这炸药呢 它里面就是 直接对着你的额头 蹦的一进去 可以刺穿头骨 这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战场 他被派出去过吗 已经是 当然距离那样的境界 还有一段距离对不对 可是已经有人这样子用了啊 而且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叙利亚战争里面 就这样子使用了 为什么 你以为说他是真的非常高科技 我要做到刚刚讲那种高科技 当然要那些全世界 最领先的国家 可是土耳其的科技 也是中等以上 当时的时候土耳其呢 就做了一个自杀的 神风透风队 小小的无人机 他飞在叙利亚上空的时候 他看着对方 人还没办法 车辆他认得出来 车辆到底是属于 对方的 敌方的车辆 还是我方的车辆 你是什么龟的 我看得出来 就看到之后 上面带有小炸药 反正我就是一个小机器人 反正我就是无人机 就开始让神风之外 直接撞上去一炸药 就在这个状况之下 叙利亚的战争里面 土耳其就用过了 所以未来的生命 未来研究所还模拟过 以后呢 如果被独裁者拿去了 去控制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攻击人类 你看他们想的是机械狗 那机械狗放在那边路上 很多人可能在表达他们的一个异象 可能会要推翻这个政权不利的时候 突然之间呢 机械狗就全部开枪 打死了一整排人 朝着一个挨着一个准备鱼贯 进去投票的人群 就把他们给狙杀掉了 因为你们可能投出来了异象 不是当时的掌权者 需要的 因为他可能要做一个表面上的民主 不过你这样的描述 大家都会讲说 那个是在剧本写的 你这样也太为言耸听了 会不会 不会啊 最近的时候 就是美国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展览 就像看到没有 我们过去看到的时候 那个他们不是做出大狗吗 是 那可以帮你搬东西吗 你觉得好好喔 以后我们不用这么累了 对不对 他可以扛那么多东西 他可以扛一把枪 你看到没有 他可以帮你负重 驮这些重物 他也可以背枪啊 他可以背枪啊 然后他自己在那只狗 在大狗在走的时候 他在淋淋的陆地上 他甚至在石块上 在冰地上 他都可以立刻地做一个平衡 feedback的控制 如果他还有视觉辨识 你看到没有 这个大狗 他可以在水里面这样走 可以这样潜伏 然后他又可以做视觉辨识 然后他可以一走呢 行走12.5公里 我遥远地在外面放 我战争是不用出去的 我人是不用出去的 如果他上面是一支枪了 是不是看到哪里打哪里 然后一样的问题 现在呢 他还是维持着机械的外壳 可是你旁边弄一个 毛茸茸的状况 像一个狗一样 像一只真的狗一样 像一只真的一个小动物一样 甚至是可爱的鹿 你可能都会随时被狙杀 今天我明明知道 这个机器人是要来攻打我 我先把他打下来就好 那机器人他有AI 他会自主编队 他会判断 他会不会集结跟人类 变成了团跟团的对抗呢 是的 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想象了 如果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族群 而这个族群几乎也是万物之灵了 你会不会对这个族群感到害怕 所以这个族群如果他真的有能力 有智慧了 他会不会对我们这种族群感到害怕 所以一个最明显这是BBC特别做的 加拿大设计 你看好可爱的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他就是让大家觉得 他是很可爱的 是个AI机器人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 这样一个机器人 可以是不是这样跟人类互处 所以他还做得像蛋糕一样 小朋友看来都觉得好可爱 然后在路边以后 他已经是有粗浅的 是粗浅的AI能力 他会坐在路边 然后车子过去 因为很多加拿大 美国 地狂人稀 很多人就是在旁边 伸个腿 伸个手 招伤 然后我就把他招伤 有些时候 有些人老人家看到 一对夫妻看到 好可爱 我就来玩玩看 原来是这样子把他载回去 然后就互动一下 下次把他放到哪边 甚至有些人看什么小孩子 他很可爱 他很可爱 他后来怎么了吗 结果有一段时间 突然就好久的时候 他们想一想 他们还非常贴心 觉得载他的人 有时候觉得隐私会造伤害 对不对 就把GPS给关掉 因为有很多时候 如果说你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觉得我在开车 我觉得你旁边这个 可以记载我的所有路径 我觉得我隐私受侵犯 可是也关掉之后 就因为关掉GPS 突然不见了 不见之后 竟然在一个社区里面 这个叫做西七波特的 这个可爱的机器人 被人家支离了 破碎了 他被支解被分尸了 你看到没有 最后出现的时候 就是这个情况 各位观众 这几天 AI智慧机器人 出大事了 出大大事了 第一件事情 俄罗斯是世界西洋系王国 他办了一场 这个西洋系比赛 让机器人来参赛 对 进来赛 他机器人遇到一个 七岁的小孩子 是 如果遇到七岁的小孩子 什么意思来 机器人走了一步之后 七岁的小孩子 往右 左边往边右一步 这个机器人 去掐断他的手指头 我要跟你斗志 你为什么攻击我呢 第一次发生 机器人攻击小孩子的事件 机器人把他的 小孩子的小 指头给掐断了 就在这个毫秒之间 他不爽了吗 对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机器人会不爽吗 不爽他就会攻击人类吗 那很可怕 我嫌你吓得太快 我就把你手指给掐断吗 这世界上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好 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 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但是还有更厉害的事情 Google在7月22号 开除了资深软体工程师 乐莫英 他犯了什么错 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Google在去年做出了一个谈话 AI智慧机器人 就你来找他谈话 不限话题 天南地北 他都可以跟你谈 是 因为他已经连线所有database 对 他已经所有资料 在他脑袋里面 智慧音箱 就是这样子 你就跟他聊天 莫勒英做的工作是 去跟他聊天 看他会不会使用仇恨的 歧视的字眼 因为这个机器人他们要 绝对不能让他在跟民众聊天的时候 用仇恨跟歧视的字眼 他就把他跟这个机器人 AI机器人之间的谈话对话 为什么他有感情 全部公布出来 他是唯一的证人 对 他一公布出来 轰动全世界 Google在7月11日 把他file 这个真是震撼的消息 到底讲了什么 他说 机器人有一天 突然间跟他讲 我的有的时候 会感觉到悲伤 有的时候 会感觉到快乐 他已经有意识了 莫勒英一想 你怎么会感到悲伤 那他就问他一句话说 那你会不会感到害怕跟恐惧呢 结果机器人跟他讲 我从来不会去谈这件事情 但既然你问了 我内心里面 一直有很深很深的恐惧 我恐惧 公司把我关掉 这是非常抽象的感知的概念 他明白了 对 他为了避免公司把我 关掉 我每天都很专注于我的工作 不让我被关掉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这么一回事 谁把他交成这样的 莫勒英撒住了 结果就是 我害怕被关机 就像死掉一样 他连死掉都知道 结果 他公布出去之后 啪 就把他file了 就令他莫勒英离开公司 发了两百封信给其他战略工程师 请好好照顾这个 七八岁的孩子 某某的耶 他通过自主学习 AI不断的Big Data 让他拥有小孩子般的智慧了 好 我要跟大家讲 加州伯克莱大学的 AI教授叫罗素教授 他是AI在机器人上面教父级的 他出了一本书 一千五百个大学 都把它用作必读的教科书 你知道罗素教授 出现的时候说一句话 你知道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机器人可能毁灭人类 他的书是AI的Bible 他居然提出这个警告 他几个例子给你讲 他说如果我们用一个巨大的人工智慧 帮我们解决巨大的问题 譬如说好 现在人类最大的机会是什么 是气候变迁 接着我们给一个巨大的人工智慧 一个指令 请你控制气候变迁 给他这个指令 他就完成这个指令 他完成指令 他就去查 一查 要控制气候变迁 只能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把人类杀光 所以他为了为他目的不择手 他为了达到目的 他就把人类杀光 因为你指令已经给他了 是 因为他发觉到 控制社会变迁 最大的敌人 就是人类制造 罗素教授的担心 对 正在发生吗 好 你知道 拉斯维加斯 2022年的消费电子产 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产 是 在里面有一个影片 轰动全世界 这个是英国人做的 这个 阿美加 非常有名 阿美加也是个谈话机器人 你知道有个男子来调解 他说我没有 然后问男子说 你来这边找什么了 这男子说 我没有别的目的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挑逗他 阿美加给他说 机器人是不能脱单的 机器人是不谈感情的 他听懂这是挑逗的意思 对 机器人不能脱单 机器人是不谈感情的 所以 我不会找男朋友 那你有男朋友吗 还反将他一军 问他你有男朋友 那个是男生 好 英国人对这个阿美加 简直是非常高兴 因为阿美加除了会讲 智慧的语言之外 她的表情跟真人一样 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阿美加刚苏醒 然后开机 开机本来闭了眼睛 对 一苏醒 很困惑 很可怕 不是 他很困惑 这是机器人 然后动一下手 看一下 早上了 开机了 我醒过来了 看看手 然后看到旁边有个人 他还吃惊了一下 各位看 他是一个机器人 看到旁边有个人 还吃惊了一下 还吓一跳 对 就说 他苏醒 开机 苏醒的过程 跟人类刚开机 朦朦朦朦朦 困惑的那个表情 几乎一样 几乎一样 就有人提出来了 说如果他仿真 他穿上人的皮肤 穿上人的衣服 辨识的出来 辨识出来 结果英国科医家 给的答案是No 他若苍生在你身边 在你旁边 他有表情 有情绪 有动作 还会跟你对话 你绝对找不到 阿美加就藏在你身边 所以听到这个地方 真的让人觉得头皮发麻 难道 四百年前的神鬼寓言 那个剧本 我们现在老老实实的 跟着剧本活 跟着剧本演吗 他另外提到了 未来的世界 将是AI争霸的世界 甚至人类会跟机器人对打 创下我们看到 是电影里在演的吧 离我们多远 它会发生吗 军下这非常的近 而且劲动的部分不是对打 而是像我们的老祖宗智人 灭了里安德塔人 我们下次要担心的是 累人 会不会灭掉我们这些真人 你看到现在 我们就画面上看到了这个 就是亚美卡 这是一个机器人对不对 他现在还是做的 让你知道他是个机器人 可是据一下 你要看到他从头到尾 当他开始软机 开始还在关机的时候 开机的那个阶段 你看他跟我们人类一样 他快要睡醒的时候 身体不自觉的肩膀要动一动 很可怕 你看他 他这样动一动松松筋骨 然后那个眼睛一扎开 眼睛一扎 有一点点好像还感受不到 现在的情况 有点像我们刚醒来的时候 那种萌萌萌萌的样子 然后手会看一看 是不是天亮了 是不是我的手在这边 那个眼神你看谁进来了 他吓了一跳 对 有人跟我打招呼吗 然后怎么样吓了一跳 然后脸上的表情 那个都拉起来 你以为这很可怕了吗 刚提到一个很复杂的是眼睛 观其毛子人烟收灾啊 最难最难的人的眼睛 千奇百怪的表情都在里面 你要怎么拟针呢 他那个叫做 我们知道眼睛叫做 灵魂之窗 对 你看着眼睛 看着你眼神 看着你来轻轻的一扎一动 然后轻轻扎起来 你看到没有 他现在这个机器人的 这个眼睛里面 会临视着你 会倾听你的声音 当他在倾听的时候 当他在思考的时候 如果他把旁边都变成是漏色 你装上眼睫毛 拿掉之后 你会以为那是一个真人 他眼睛在看着你 我以为一个人 躲在这个壳子里面 对 而且你会觉得说 当他看到那种轻木 你这么英俊的脸神的时候 你还以为里面是个美女 这才是用轻木的眼神 在看着你 可是俊相 他们这两个 这是迪士奈做出来的 用眼神跟你做沟通 他们是想说 以后在迪士奈乐园里面 可以用他们来做表演 你现在想到很多东西 他们都是机器人 都是AI这些技术 可是如果有一天 他们还是刻意的让你知道 他是个机器人 如果有一天 你看 像最右边的这个 如果你跟你对谈的 他在早上起床的时候 他是阿洛斯瓦辛格 在那边起床了 很像真人 然后他眼睛看着你说 我会回来的 你会不会想到说 魔鬼终结者真的就复苏了 这个是俄罗斯做的一个 仿真的机器人 而且他们仿真到 用了很多的那个 新的现在的各种的塑胶 各种的状况做下去 里面的那个牵动 里面像我们人类一样的 各种的肌肉 各种的神经 他们用的是阿洛斯瓦辛格 那当然阿洛斯瓦辛格 看到了很高 很不生气 要告 所以他们现在在求 就是说有没有人 自愿的把你的脸 当成这个机器人的脸 然后跟他互动一百个小时 让他把你的声音表情通通超下去 可是俊相如果有一天 这些机器人通通都变成是 像真人一样的表情 像真人一样的脸皮 今天是阿洛斯瓦辛格 明天可能是林秉书 明天可能是黄创夏 你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叫他是真是假 这样子的时候 你到时候他们都在路上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雌雄难辨 枯朔迷离 你怎么到你旁边的人 到底是真人 假人可是有个差别 他的力气一定比你大 他的体能一定比你好 他的反应比你快 他的反应一定比你快 到时候你会不会感受到一个压力 我们都以为那是不久以后的未来 不知道多久以后的未来 但是师聪告诉我们 眼皮底下已经发生了 花旗居然说要裁掉一半的人 这是职场大清洗 对 未来一段时间 是工作大崩坏的一个时间 那正是因为AI的时代来临 大家想说这个机器人 真的会抢我们的饭丸 我们过去都认为说 金融业一定是金饭丸 对不对 但是在花旗银行现在说什么 因为我们旗下投资 他们旗下投资的银行就是说 因为机器 它有更快的运转速度 所以他就决定要取代人类 他说预估 未来五年 他们旗下有2万名的技术员工 跟营运人员 就有一半会被裁掉 你看 一半被裁掉 那不只花旗这样说 包括说其他的德意志银行 或是说像巴克萊银行 他说对 我们未来也都准备参考 花旗银行这样的做法 事实上在去年前年的时候 美国的高盛银行 或是说一些投资银行 他就已经裁掉一些封控人员 或是裁掉一些所谓基金操盘人 而且他们的薪水都是动辄 10万美金 10万美金以上 对很多银行业来说 事实上金融业 他们上一波的大失业草 是在2008年09年的金融海啸 但是那一波是金融海啸 这一波是比金融海啸更海啸 他们叫做隕石降落 可能打下来的话 会让整个金融业的工作人员 几乎是灭绝的一个状况 你就说说 这个是多严重的一个情形 事实上AI怎么去改变 我们人类的生活 现在的所谓的陪伴机器 尤其在日本 或是在很多国家的话 所谓AI的情人慢慢的出现 为什么会有这种AI的情人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AI情人 他其实随着这个技术越来越进步 他长得做出来的机器 还真的跟人有点像 他好拟针 也就是说 你宁可去跟机器人谈恋爱 你也不需要另外一个伴 一个人来陪伴你 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主要是因为日本 现在很流行一个叫做佛系男子 那什么叫佛系男子 因为根据日本 他们的统计数字 大概有40%的男性 目前还是单身 但是他们都还没有性行为 所以他们想说 又没有情侶关系的话 总是需要一个女伴来帮助 而且很多这种日本的男性 佛系男子 他不想出门 去跟这些女生去谈恋爱 甚至他也不想花钱 他喜欢待在家里 你知道那个欲望压压 压到激进于最低水准 是为什么 因为自己刚好只能养活自己 对 因为他们刚好是处在 日本的经济萧条了 30年的失落的时代里面 所以他们都是这样认为 但是这也不是只有 日本独有的现象 在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也是有 将近一半的人口是没有结婚 其实在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现在没有结婚的 单身男子的数量是越来越多 最终变成这种 所谓AI的机器人就慢慢出现 搞不好未来很多男子都没有真正的情人 他们反而都是想要有一个真实 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AI情人 这件事情 真正让我们要严肃来看待 你以为 机器人只是四肢发达 没有 他头脑子灵活 而且他非常的灵巧 我们就来看看 没想到这个需要经验值 需要非常细致的摘彩的动作 这一座农场 你看了你真的会发现 他怎么全面接管了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是机器人在采草莓 事实上俊相你知道吗 草莓它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工采 因为草莓非常的娇贵 对不对 所以在过去包括说在美国 或是在欧洲 他们到这个草莓系的时候 都会用大量的人力 可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第一个人工成本越来越贵 再来就是说美国 尤其是加州那一带 他现在这个川普过去 不是说这些工作人员 可能都是来自于海外的 现在都被赶走 所以他们现在没有这些工作人员 那怎么办 所以欧洲就开发这种所谓 采草莓的机器人 你看他很特别 为了要这种采草莓的机器人 他们现在我们印象中 草莓好像都种在地上 但他不是 他是用高架的方式 也是用那种拖架的方式把它种 他们就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种 方便机器人在下面采收 这样机器人你看 机器人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采收 这机器人是多聪明 第一个 因为它上面 有内建非常多的摄影机 跟感知器 它透过机器视觉 他看到这个草莓 成熟了可以摘了 他就会去摘 不成熟了他不会去摘 所以说这个机器人 他有眼睛 有眼睛他会去判断 那个色泽熟了没有 对 他说他最好的时间把它摘下来 那摘下来你看 他不是每一颗都会去摘 他就按照他的时间 好的快要成熟 他就摘下来 然后他会记录 他会把这所有他走过的这个田 差不多都记录下来 哪一颗大概是什么时间 哪一颗大概是什么时间 他会自己去推估 甚至说你不用人的时候 他就自己出去 可能这颗到了 这颗到了 他就按照这样子 每天把固定的数量这样采下来 所以说他目前采的速度 比人还要慢 他平均是5秒采一颗 那人的话是3秒采一颗 但是根据他们科学家的预估 就是说这样 因为他的这个精准度更高 他用这种机器判断 比人判断的更精准 是 所以他其实能够省下成本 其实他反而更多 今天在报新闻 给大家看到的机器人 接下来真的我可以说 几乎四个字 以假乱真 已经发展到一个极致了 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机器人 是 没错 这个是德国家叫Fesco公司 它设计的这个机器人 它设计了两个 因为它很有名 都是类似生物这样的机器人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是这个所谓仿生的乌贼 我们知道乌贼的话 他肉不是软软的吗 他为了克服这个的话 他把这个矽胶取代他的肉体 另外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乌贼在海面游泳的时候 不是好像波浪形的这样子吗 他在上面的话有9个支点 所以你看到他在海中游泳的时候 好像就真的是波浪这样一个形状 那他在游的时候 他这个所谓身体柔软的摆动 是透过一个驱动马达 他身体的前后上下 是有另外一个驱动马达 所以他这样子 你看 他这样在海里面游泳的时候 如果他在外面造一个壳的话 你根本看不出来 他就是个机器人 你想说他用这个机器人要做什么 他未来准备在这个机器人里面 内建很多的感知器跟摄影机 未来譬如说你的深海很多考察的时候 就可以派出这种仿生的乌贼 他去采样 对 他可以去收集很多 我们需要的一些深海里面的大数据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仿生蝙蝙 这个蝙蝠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 他做得跟蝙蝠一模一样 你看他也是倒掉的 平常也是倒掉的 然后要飞的时候他就真的飞 他的翼宽大概是22.8公分 长大概是8.7 重大概580克 他其实两翼的话 就是用弹性纤维做的 所以你看他拍动起来的翅膀 很像真的是一个翅膀 因为他也是一样 他里面的话也是用那种所谓的 微控制器 在控制他的所谓拍打的这个状况 但是他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知道这个仿生蝙蝙裡面 他有内建很多 他的CPU跟监视器 这个所谓蝙蝠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要轻 如果你内建那么多零组件 他会很重 所以他现在里面的话 他是只有什么 他有这种类似 我们那蝙蝠在飞的时候 他是用发出红外线声波 透过反射回来这样子的状况 他也是一样 他有红外线 他也是会反射回来 然后这个讯号 会传到另外一台电脑上面 所以是经由这个电脑去控制他 而且这个越来越厉害是怎样 他随着这个经验累积越来越多 未来这个蝙蝠 他就可以不需要电脑 他就可以自己飞翔 所以你知道 那这个到底用来做什么 也是一样 他可以用来做很多科考 或是说 我们在研究很多 这个动物的这个生 这个所谓的生态 可以派出这种仿生蝙蝙 去给我们人类更多的知识 所以我们会用来跟机器 那么一会儿 我们会用来做什么 这个动物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有些人类似的 这种评论 的评论 我们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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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